面对新一波疫情 双北市长都执意中央 到底是要追求清零 还是要与病毒共存 行政院长苏正昌提出了新台湾模式 希望回归正常生活 逐步开放同时也不忘防疫 台大医师李斌颖认为 新台湾模式就是与国外有所区隔 不会一次解封 总统蔡英文今天出席活动时 也提醒民众 廉价期间要多注意防疫 和照护犬台力互动 总统蔡英文驾轻救手 毕竟家里就有六只毛小孩 当然很熟练 不论是哪一种动物 我们相互陪伴 相互照顾彼此的感情 我要提醒大家 这几天许多县市都有新增本土案例 面对疫情请大家戒胜 不恐慌 廉价期间 不论是家庭出游 或者和亲友 团聚都要做好防疫工作 不忘提醒民众 廉价期间防疫不松懈 和总统同台出席活动的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 本周才跟确诊者足迹重叠 左性筛检结果是阴性 而如今疫情再起 防疫政策是否调整 总统防疫要摆台湾新模式吗 到底要追求清零 还是与病毒共存 双北市长都向中央提出疑问 集政院长苏贞昌 抛出新台湾模式 新台湾模式就是 正常生活积极防疫 稳健开放 逐步开放兼顾防疫 医界也认为 根据疫情情况随时调整 新台湾模式其实可行 他的意思大致上就是说 我们不会像国外那样子 突然完全解封 把所有的防疫规定都放弃了 我们是逐步的解封 在清零和共存之间 政府定调台湾要走自己的路 希望在兼顾防疫 和经济发展情况下 早日回归正常生活 记者 林鲜先生 就欢迎台湾台北高雄 台湾报道